提到庞娟,人们往往会想到他残害同门师兄弟,把孙命膝盖给挖了,如果抛开这点不谈,庞娟也算是个军事奇才,但这个点是绝对抛不开的,因为庞娟一生就是在和孙命斗,这里就是位于河南通许的庞娟墓,其实庞娟墓全国有很多,而这一座看点也不是很足,就一个大土堆,这样接下来咱们聊聊庞娟的故事。 卫国让庞娟攻打赵国,赵国向齐国求救,孙命一计唯卫救赵化解了,后面的桂陵之战,孙命把庞娟给逮住,不过后来齐国把庞娟放了,因为卫慧王调用韩国军队击败齐宋卫联军,齐国被迫请楚国大将警舍出面调停,既然调停,那齐国肯定要付出点什么,应该是这时候放的庞娟,后来便是唯卫救韩,卫国当时兵力非常强大,一看又是齐国这小子,卫王一嗓子干他,庞娟从韩国撤军, 顶着大军干齐国,孙兵也知道卫国的实力,于是用了减造计,孙命命令进入卫国境内的齐军,第一天设十万个做饭的灶,第二天减为五万个,第三天减为三万,旁娟行军三天查看齐军留下的灶台非常高兴,觉得进入卫国境内才三天,齐国的士兵就已经逃跑了大半,于是丢下步兵,只待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击齐军,孙命估算旁娟天黑能行走到马林,马林道路狭窄,两旁又比较好埋伏,于是命令士兵砍去盗 大树的树皮,在树上写上,旁娟死于此树下,然后命令一万弓弩手埋伏在马林道两旁,约定天黑能在此处看到有火光,就万箭齐发,旁娟果然当晚就赶到了砍去树皮的大树下,见到白幕上写着字,于是点火查看,字还没读完,齐军伏兵万箭齐发,旁娟自知败局已定,于是拔箭自晚,齐军乘胜追击,歼灭卫军十万人,俘虏了魏国主将太子山,经此一战,魏国援起大伤,旁娟死后,齐国的 田记和周记,俩人将相不合,这时出现了一个事件,叫做田记王旗而入楚,也就是说从齐国跑了,跑到楚国去了,这时的孙并彻底从史书中人间蒸发,没人知道他干什么去了,直到一次考古的发现,才让我们了解了孙并之后去干了什么 这次考古,来自林仪的金银雀山汉墓,同时从里面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并兵法,让迷糊了很久的人们知道了孙武和孙并是两个人,同时解开了孙并失踪之谜 他之所以从史料中消失,是因为去写孙并兵法了,因为兵法的开篇便是秦旁娟,如果他没打完马灵之战,秦住旁娟,这兵法是没法写的 其实旁娟与孙并的较量,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,向我们展示了智慧与策略的较量 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人性的复杂与多面,旁娟与孙并本来是同传好友,却因嫉妒与痊愈的驱使,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旁娟涉及陷害,使得孙并身体残疾,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,孙并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意志,最终战胜了旁娟 同时这个故事也警示我们,嫉妒和痊愈是人性中的毒瘤,因此我们应该学会珍惜身边的友谊和信任 变相的说,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,害人之心不可有,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更精彩